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支持安卓4.0的小米手机使用 因为目前这款手环还没有正式的发售 所以说我们目前也没有正式软件 但是我们通过从官方渠道要到测试版的软件来与手环连接使用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手环 首先因为现在小米手环还没有正式开售 然后它的软件是需要通过一个ATK的下载包安装的 如果正式发售以后 大家只要在这个小米应用商城搜索小米手环 就可以下载到这款软件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小米手环的这个应用 我们是通过这个ATK安装的 然后下面我们先从外观来介绍一下 外观及配件来介绍一下这款手环 可以看到它的手环正面是这个银色磨砂的 然后上面有三个三个不是特别清晰的这个LED灯 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显示显示来提升你当前运动完成的量 然后 然后右边是这个充电的触点 配合这个它小米专用这个充电器使用连接电脑 连接电脑和FB接口就可以充电 然后它的这个上面这个鞋面也是采用的这个 这个跟它这个小米4这个鞋前面一样的这种工艺 特别特别炫特别亮 跟iPhone也是非常相似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米的logo 然后机身整体采用的黑色的磨砂的设计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手环的主体部分 然后它的这个手环 在配件中一共有两个这个手环的这个腕带 这两个腕带有一定的区别 就是它区分了这个 因为用户的手腕粗细不一样的 有些使用就有可能它的手腕比较粗 所以它的这个腕带设计的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个 为手腕细的人群设计的 一个是为了为手腕粗的人群设计的 然后我们来先简单从一款开始介绍一下 K-HANA它也是跟目前这个市售的这种 这种手环的这个卡扣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戴上以后可以直接扣上 然后它在这个 手环的边上还设计了一个圆圈 它这个就跟目前现在的手环不太一样了 它就等于是有一个双重锁定 你用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层的圆圈也 套过去然后再扣上 这样就避免了 如果这个卡扣这个附近不太牢固的话 它可能就直接手环就直接在你不经意间 就直接在山地铁啊 或者是挤的时候直接就掉了就丢了 然后它这个可能被挤开了以后还会连点 也不是很容易出的 然后下面把这个主体按到手环里 它这个小米手环的这个是没有上下之分的 就是这个是没有左右之分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按进去 冲在哪边都可以 可以看它现在就已经OK了 然后其实在当天的铁路 你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 因为它没有左手之分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位置 是不是在左边是对的充电器 还是在右边对的 然后另外它也可以变形 那就是你可以这样戴 看着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不会像这样戴着这么刚杆 就感觉很很普通 没有什么新意 然后做工方面的话 这个整个这个手环的腕带 还是采用到这个硅胶材质 总的来说 我个人觉得这款产品定价为79元 它的工艺已经得到了我的认识 而且这个产品的质量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就是小米手环的充电器 这个其实如果你用过手环的话 对这种充电器都比较了解 它就里面一般有两到三个帧 类似的手环的充电器 一般有两到三个帧 然后把手环直接插进去 这边插在电脑上就可以充电 在充电的时候小米手环有三个指示灯 三个指示灯它会每个指示灯有全量和半量 所代表这个充电的不同状态 如果它三个指示灯均为全量时就是极为满电 然后最开始充电的时候只有一个灯处于半量状态 就是大概百分之五十两个 那小米我来给大家再配戴一下这盘手环 可以直接从这套过来 套过来 然后再按一下 就OK了 可以看到这等于是有两层 有两层那个保护 一层是这个卡扣 一层是这个这个圈 这个卡扣在弹开了以后 这个圈还能起到一定的座位 当然它不能完全防止这个手环的掉落 但是要比一层保护要好一些 配戴起来就是大概是这种效果 稍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米手环的体验 OK 先我们来实际的这个体验一下小米手环的这款的应用 可以看到应用我们也安装好了 然后它在小米手环的应用在初次连出使用的时候会需要这个比其他手环一样会需要使用者输入一些这个性别啊身高啊体重啊然后年龄啊这些个人参数 输入完成以后它会要求你打开这个蓝牙然后连接手环 在打开蓝牙连接手环的时候呢手环的这个三个指示灯会不停的来回闪烁 然后连接完成后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了 因为这个这个下面我们来给大家先 因为这个软件现在是下载不到的小米商城并没有商家这条软件所以只能通过APP安装 前面我们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米手环的这个应用 首先在进入应用以后 第一最直观可以看到的就是今日的活动 可以看到我今日现在走了多个步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欢迎使用小米手环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 就它是一个简单的使用说明你就不用再去看别的了 看这是它会显示你这个当前运动完成的量 因为因为在设置的时候你去它会根据你当前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水平 来给你定一个初始的每天的运动的量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调整啊 然后它就会手环就会根据这个 手环手环就会根据这个就在你在你想查看的时候显示你当前运动的量 可以看到就是一个点两个点 最最开始是一个点一个点闪 然后一个点10两个点闪 这是告诉你大概现在运动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然后它如果三个红灯同时闪的话 电量就是说明电量耗电需要赶紧充电 然后在右上角有一个这个三个点就是小米手环的这个类似于功能菜单 然后在这个菜单的第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手环现在的电量是多少 这个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说因为手环不分是这个 除非在电量不足报警的时候它会才会闪烁灯光 平常的时候我们是查看不到它的电量 所以说通过手机的话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查看它的电量 甚至它有预计的使用时间 使用时间 就是说现在手环大概能使用时间 然后查找手环就是因为它手环本身非常小嘛 你可能在这个家里面把它摘下来睡觉 或者是你干什么的时候把它摘下来 算就找不到了 然后可以查找手环 它会不停地震 不停地震 它会不停地震 不停地震并晾起这个三个滤灯 然后这是再往下就是每天我 我根据我的个人状况设定的这个目标 每天是8500 然后指灯的颜色是大家可以这个使用者可以自己调整的 现在目前只有四个脸的蓝色橙色绿色和红色 配带方式就是左手跟右手 我一般习惯把手环戴在左手上取代这个手表的位置 所以我调的就是左手 来电提醒啊 绑定微信 解除绑定还有固定版本号 这个就不多说了 然后另外我们看看它这个 左边还有一个滑屏 滑屏是表示真的这个睡眠监测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手环还能设一个智能闹钟 它会在类似于闹钟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配戴着手环睡觉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给你顺着时间来震动提醒你起床 然后小米手环是有这个睡眠监测的 就是说它会根据你的这个那个脉搏跳动的频率来监测你当天的睡眠质量 因为我们现在晚上还没有用 所以说这个这个现在的所有的数据都是零 然后另外官方提到的一点是 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的功能 就是小米手环可以解锁靠近手机解锁 就是目前指这个只针对小米的设备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试一下它到底能不能靠近解锁 看以通过蓝牙设备解锁链接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一下拉 直接就解锁了 这是这是因为我们设备离的够近 如果我们小米手环离设备比距离比较远的话 就不能实现这样偷渡 小米能来试一下 诶 距离还是不够近 那官方说的是在没有这个遮挡物的的前提下 大概30到50厘米的距离可以侦测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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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环自动减锁性能 诶 距离还是开近 嗯 我再拿一下手 我把它放到后背跟雷军一样看看 看看还能不能解锁 看 已经不行了 就是 用身体作为遮挡物就 就不会解锁了 这样我们只能这个通过预先设置着解锁 来解锁 然后我们再把手环拿过来试一下 来 看直接就解锁了 好 那体验方面就先到这里 谢谢观看